观众朋友们好,我是Hiko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然后顺便点一个赞 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 接下来我向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 恭喜所有的入围者 第五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得奖的是陈淑芳 陈淑芳是同高协议 作为一名其妻 演技如一的陈青 她在课位中 点活了独立珍惜家庭的强悍美心 却又在生离死别里 吐出放下的道理 充满细节及张力的表演 收藏自如 得奖实至名贵 谢谢 谢谢 现在是谢谢 谢谢金马 也谢谢乒乘团 真的 我没有想到会再上台 我什么事都没有想过 我只要谢谢 顾为的导演 他给了我这么好的角色 真的 我在这儿还要讲一句 我是国立一专没有毕业的第一届 但是 崔小平 崔老师 我想你们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 都会知道这个人物 他教我演戏 一定要放掉自己 进入第三自我 我把这几部戏呢 就好好的来演 但是不能说是我以前演的戏不好 演的戏也是很好 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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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 不用给郑书芳了 他年纪那么大给新人好了 但是我今天呢 是第一次走红毯 我好害怕 但是我进了红毯之后 到了这个舞台上 刚才走过几个地方 我觉得国父纪念馆非常非常的美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来的 那么今天呢 我刚才是讲过了 这个奖不是我的 我只是代表 我只是代表 我为了全体 我们家人 我代表上来拿的 但是没有想到你们都这么折腾我 这个老人家 我已经八十几了 还要拿这个这么重 我真的呢 但是重归重 我还是要抱着紧紧的 谢谢 谢谢 真的要谢的人很多 没有办法鱼鱼的唱读 但是侯导 你叫我很多 我真的感谢你 我第一次 跌到景底的时候 从澳洲回来 你跟我说 怕什么 女人 离婚也说了不起 回来 还封过来的人 对不对 我刚刚还跟那种讲 年证给我讲 前几天我又看到了 好开心 好开心 我希望 还是用一句话 别忘了 我不这样这样 因为 因为 因为如果是我 一个礼拜没有事做 我就会生病的人 我是个演员 一定要有事做 你看这两个月 我没有拍戏 为什么 亲爱的房客 姑妹 都还在戏院演出 我很开心 我找了我的朋友 我有时候去羡慕的时候 我说 我做老鼠头 我来个老鼠会 你们一个人 给我找十个 十个就找一百个 我希望这两个电影 都是卖作很好 为什么 我也希望 说我有一天去炸虾卷 请大家吃 这是我们各位里头 讲过的 就是说有破六千的时候 我要炸虾卷 可是现在不止了 破一一的话 我炸虾卷 我们那个 我年轻的那个子余要唱歌 我们的 那个人呢 穿得很漂亮的那个人 他要围兜兜 要去卖虾卷 所以呢 我们家的人都会出动 谢谢各位 还有谢谢各位投资者 就是说台湾的演员 导演 摄影 什么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棒 不要流失他们 把他们留在台湾拍 我愿意 从 学生制片拍起 但是学生制片都自掏腰包 我半价 你也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恭喜秀英 对对 你也是秀英啊 我是年轻秀英 对 一起拿 谢谢 这是我们家的 是导演 我们家的 我们很快的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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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叛奖员 也恭喜陈巡芳 请记得 一定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然后顺便点个赞 谢谢 你的观看